不管演正面角色 反面角色 或者是中间演串场唱歌打滚的 又或者是演试着要登列蓝军的角色 他每一个角色都得精准服务 如此一来才能真的逼真 而且让观众信以为真 你来到重庆坦白 我是欧重庆 如果我们认为在台湾的选举 是三个党或四个党在参与大选 而且提名机制应该就是三组或四组 他们各自提名各自的 如果您是这样想 那朋友 你可能想错了 但错可不在您的脑袋里 错呢 是在这些政治人物 或者在白宫 乃至于在美国的华府的国务院那边 的对台办公室 那边才是真正错的源头 为什么这样呢 简单的说 美国长期的对台湾做长臂管辖 而且透过军火的买卖 武器的买卖 还有许多国会议员的进进出出 再加上他们搞各种台湾关系法 台湾旅行法 台湾保证法 这些相关手段来和台湾的政治人物 来来往往 这些来来往往啊 最核心的还是一个字 那就是钱 既然有这些资源和钱财的往来 很自然呢 他们会把台湾看作是他们嘴边的一块 重要能吃的肉 既是如此 台湾大卫由谁拿到 就攸关着美国这些政治人物 能不能继续吃到这个肥肉了 好 那肥肉要继续吃 就得把人给控制好 这样一来大家可能开始听懂了 那么原来该是各党各自提名的事情 他们有没有可能 在白宫或者是华府的任何一个位置 他们做了一个统筹的规划 或者是统一的调度 来了一个综合方案 也就是唱各种戏 只是给蓝绿的观众看 或者给全世界的观众看呢 答案确实如此 而且这件事情呢 总执行单位自然的 就是这个要卸任的蔡英文了 为什么我这么说 老实说蔡英文她确实不是一个脑袋太好的人 因为啊 她光是她伪造博士论文 在木鲁业就伪造了错的79处 也就打错字打错79处 你从这件事就看 如果一个人要伪造 要尽量的像真的 但是他伪造的如此的粗糟 就知道这个人脑袋不是太好 可是他为什么到了美国以后回来 头脑变好了呢 理由 其实不难知道 是因为整个锦囊妙计美国给了她 而且啊 从她出发到回来 以及从回来要到1月13 也就是2024的大选投票日 所有的行程都已经有严密的表定 谁什么时候到台湾 又哪一个人什么时候基于武器说话 或者什么时候蔡英文 以哪一个案件来抖出谁的案底 这些事情全都有彩排 这才是蔡英文她出手的真正招数来源 而这些招数来源 当然不是每一件事都会由蔡英文启动 可是蔡英文会知道全盘的局 好了 既然我这么说 就意味着我同步暗示着 包含国民党和民众党 所有的提名 尤其是大卫提名 在这里面都已经有着美国的影子 因为每一步都不能错 不管演正面角色反面角色 或者是中间演串场插歌打滚的 又或者是演试着要奔列蓝军的角色 她每一个角色都得精准无误 如此一来啊 才能真的逼真 而且让观众信以为真 因为观众如果不信以为真 那蓝军一旦票忽然集中了起来 把绿军的人选给挤掉了 这如何了得呢 所以每一个演出的人都得按剧本来演 甚至互相骂对方 或者是起底对方的任何的内容 也都必须精选 要演得像演得真 如同郭台铭在骂蔡英文的疫苗案 骂的是如此的真切 看起来就好像要把蔡英文打下18层地狱 可是真正伤到的是谁 伤到了可是民进党现在的候选人 于是大家可以看 他真正的目的是在扶植民进党 可以给出新的候选人 整个提名的真实内幕 就在我给大家以上所描述的这个图像 如果您想象力够丰富 请自行再把它严密的编辑一下 感谢您的收看